我真的今天很高興看到我們九月份的第一天 我們教會大家庭聚在一起 八月份已經過去 靠著神的恩典我們進到一個新的月份 我們今天會看到聖經裡邊提到的一個事件 這事件是報道的一位聖神 这件事情呢,跟神所拆派的这位先知有关 他的名字就叫以利亚 以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与他同在 当以利亚登场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他是神的一位非常有活力大能的一位神的代言人 以利亚他说,就会有干旱来临 这个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干旱 那么以利亚对亚哈王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落,不下雨 那么在那个时候,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神的代言人 他就是在这个大有能力的这个以色列王面前发预言 亚哈王呢,他是与耶喜别结婚了 耶喜别呢,他是一个拜偶像的妇人 而且他拜的是巴黎 那么巴黎呢,就是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外邦人当中 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这样的一位神 而且耶喜别呢,他杀了很多神的先知 那么耶喜别呢,他实际上是亚哈王背后操纵 就是王位的这样的一个妇人 而且呢,他对于这个王的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以利亚他宣布的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坏的一个消息 而且对于亚哈王也是这样 因为農民呢,他们是依靠这个降雨来维生的 而且这些家庭呢,都是需要水才能够过活的 以利亚他就是站在王的面前毫无惧怕地说 会有许多年的干旱和饥荒 这个是一个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宣告 那我们可能这个时候会想啊 那以利亚他可能会到处在城中大街小巷地去宣布这个消息 而且呢,他会走家串户地去宣布这样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坏消息 向所有的居民宣告这样的消息 如果他是活在当今的我们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他可能会发推特,向大家宣布这个警告 他可能会告诉人们,听到神的说法 他可能会发生了一个危险的,危险的浪漫 那他推特的消息就会说啊,你们要听神的话语 说现在呢,就是说会有大的这个饥荒来,干旱来 但是神呢,并没有让他这样做 神没有,不但没有让他这样做 神没有,不但没有让他这样做 而且呢,神差遣以利亚这位他的先知 就是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度过一段很安静的时间,就是在基利西旁 基利西呢,它是在约旦河的东边 经常在这个,就先神要保护以利亚 不受亚,不受亚哈王和耶洗别的这个他的刀剑 那么很显而易见,以利亚呢,他是这个 在当时是这个王最要迫害的一个人 那么国王和王后,他们都是要把以利亚抓起来放在狱中 这样呢,他就不能跟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系 以至于他就不能再宣告这个饥荒的来临 可是神却保护以利亚,不受亚哈王和耶洗别的迫害 所以首先,神要保护以利亚 第二,神要装备并且预备以利亚,成为神所要使用的人 那么神把这位先知拆遣到荒野,旷野这样的一所学校 不光是为了救他的命,而且是为了坚固他对神的信心 神是要以利亚,他能够更好地预备自己 并且得到装备,以实行有更大的使命在他的生命当中 有的时候,神也会像这样,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意外地说 你去掩藏起来吧 可能大家可能还记得几年前的事情吧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那个年代里,很多教育们都被禁锁门 门户紧闭,而且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面对面的这种聚会都取消了 那那个时候呢,大部分教会都是没有实体聚会 而且很多都是成为线上的直播 我作为牧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记得就是 我向众人讲道呢,实际上就是面对的是空空的这个教堂 那么我就是面对的这样空无一人的这样的一个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我们这个教会的 这个,幕后的这些同工们,我们一起来帮助 能够让这个线上的活动能够讲道,能够维持下去 那么在同一时间呢,在县的另一头呢,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分散了,而且呢,我们是呆在家里或者是隐藏起来 那么我们那时候就是隐藏在自己的家中 那么我们那时候就是隐藏在自己的家中 那么我们作为教会呢,我们就是圣诞节的,我们每年举行的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蜡烛灯这个烛光祷告 也不能是在线下举行 也不能是在面对面进行 也不能面对面进行 我们都是要事先录像或者录音 让大家能够在家中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圣诞节的这样的活动 那么也不出意外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经常要隔离 并且呢,就是在家中,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在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隐藏自己 在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隐藏自己 但是,当我们回到那些年代的危险 我们都学习教语 那么在那些年月当中呢,我们都学会了很多的功课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会非常注意个人卫生或是家居的这种卫生条件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都彼此并不握手见面 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见面或是握手 但是呢,我们经常也会彼此打电话问候 那么我们教会呢,也组织线上的祷告会 我们也邀请一些人,我们邀请更多的人参加 这样呢,我们并不需要就是在路上花很多时间 我们这样做呢,我们教会还是我们能够在一起侍奉 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事工并没有受到拦阻 当神让我们隐藏自己的时候,神有两个目的,就是保护我们,同时也装备我们 那么隐藏在基利西这样的情形呢,也是让这个伊利亚他能够在干旱的年代能够存活下来 因为他可以喝溪里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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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给了伊拉雅这一项的预论 你会喝溪里的水 我会有的水 我会有的水 给你带来的水 那么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命令 就是说让他能够这个 在这个 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地西旁 而且神说,你要喝那里的水 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神就拆遣乌鸦来每天供应 以利亚的日用所需 我认为伊拉雅 很享受在自己煮干旁 那那个时候呢,我想 他每天都可以吃到 非常美味的三明治 那么他每天都可以吃到 非常美味的三明治 那么他每天的日用的所需 就得到了满足 所以,所有人 都是因为疫苗因为疫苗 但是不是伊拉雅 那么那个时候因为饥荒 所有的人 他们都吃尽苦头 可是呢,伊利亚却得以存活 就像有人说 那么神是不可预测的 那可是他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预测的 就是他做事从来都不可预测 出人意外 那么你们都会明白 你们都会明白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那么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伊利亚他没有 他没有疾疑 他也没有怀疑 他就这样顺服了 他也没有问神任何问题 他没有问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在那里呢 你怎么让我过这样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呢 那伊利亚他就是这样顺服了 而且是愿意服从神对他的命令 如果你是把自己放在伊利亚的位置 那么你如果是把自己放在伊利亚的位置 那么你会立刻地顺服神给你的这样的指示吗 我们有多少人会这样说 是的,主啊,你说什么我都愿意相信 我都愿意去做 但人生的经验 告诉我们我们 我们不能一直依靠这个有这个水的这样的一个小溪 无论它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 无论这个溪水是多么的美 The Bible says And it happened after a while that the brook dry up because there was no rain in the land 那么圣经上说 这是过了一段时间呢 那么溪水就枯干了 因为地上已经不再降雨 那么西里边就没有水了 那么这个溪就枯干了 那么乌鸦也不来了 Eliah's daily meals disappeared 那么她的日用的饮食供应就断绝了 那么Eliah她很依靠的所有的这个日用的所需都断绝了供应 And it's ironic to know that Eliah was not going to be spared from the drought forever 那么就是 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说 我们看到 Eliah呢 她自己本身也不能够 就是从这个饥荒中幸免 Some people always ask these questions 那么我们经常问这些问题 Why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为什么好人经常遇到很糟糕的事情很不幸的事情呢? Why doesn't God protect innocent people? 为什么神不去保护那些无辜的人呢? Why am I being laid off while working hard and performing good in my job? 我工作这么努力 而且我的这个业绩是这么的突出 为什么还被解雇呢? That's what happened to John Bunyan back in the 17th century in England 那么这个就是在十七世纪发生在本人约翰身上的事情 John Bunyan preached against God's ungodly and wicked people of his day 那么在那个时候 这个本人约翰呢在英国 他就是这个大胆地宣告神的话语 而且呢对于那些不敬虔的甚至是邪恶的人 他大声地宣告神的话语 那么上面的人并不喜欢他这样做 所以这些有权威的人是呢就是迫使他这个终止他的这个传道 而且呢还把他放到监狱里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约翰本人他呢失去了自由 而且呢就是他也不能再传道 这件事情对他非常的重要 那么他的吸水也就枯干了 那么本人约翰他就是知道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而且神一直在工作 他并不是就是发怨言 而是他把这个监狱这样一个这个牢房变成了一个服侍的地方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写天路历程这本书 他写的这本书就是叫天路历程 那么这本书就成为在这个是用英语写的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本灵修的书 那么有人甚至说除了圣经以外 那么他的这本天路历程这本书是应该是在历史上第二位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本有关灵修的书 是在这个圣经以外是最受欢迎的或者是广为人知的一本书 那么几百年来本人约翰的这本书 他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讲他们意义重大 那么我们的基督的信仰也由此得到坚固通过阅读并且是思想这本书的意义 斯布珍这位有名的布道家说这本书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 他说他读了不下上百遍 那么最近呢我也把这本书送给了一对来自中国的他们教育程度很高的一对夫妇 他们似乎很喜欢这本书 是这本书的中文译本 西水枯干并不能够拦阻神的完美计划 西水枯干就是这样的经历使我们做一些我们能够出乎我们凡人所想象的事情 我们来进一步思考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西水枯干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熟悉的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或许都会遇到基利西这样的一个经历或是这种景况当中 或许我们的基利西是一位很特别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银行账户 或者是给我们带来安全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朋友不在 你的银行存款已经没有了 而且呢你工作也失去了 我们的溪水也就枯干了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讲的就突然之间 以利亚她的所依赖的这种保障和她的供应就在一天之内都完全消失了 亲爱的朋友们请大家注意这里边有一个功课很重要的功课 以利亚她当看到这个溪水枯干的时候 她并没有呼求或者是大声的喊叫 很多人或许都会这样做 可是以利亚没有这样做 因为她深知 她深知尽管所有的都不复存在 但是神仍然与她同在 她深知尽管所有的东西都不复存在 但是神仍然与她同在 那她可能会非常地想念 那个溪水 就是很清澈的溪水 而且呢她也非常地想往 就是每一天有乌鸦给她送食的那种情形 可是呢她更想念的是神 以利亚的神仍然与她同在 以利亚深深地相信 对于她来讲 有更好的事情在等待她发生 那么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有这样的溪水 清澈的溪水让我们会常常会觉得非常地舒适 我们就是在溪水旁生活 我们常常就会忘记神 我们就会热爱神 我们热爱这个溪水比爱神还更多 我们应该是爱神比爱溪水更多 所以 常常神会提醒我们 让我们回到神要呼召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以利亚需要再继续前行 那么神的话就临到她 神说你起来到 撒拉法去住在那里 那在那里会有一个寡妇来供应你 我想接下来的事情 我就不必在这里赘述了 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当我们来到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的溪水枯干了 所有我们仰赖的这种安全都不复存在 在那个时候我们或许会很失望 我们也或许会很沮丧 我们甚至会呼求 要记住的是我们不要哭泣太久 我们哭泣太久 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神供应给我们水 神也可以让水止住 那么神既然在过去供应了我们 那么祂在将来也必会继续供应我们 我们的神是为信实的神 我们神的恩典和祂的怜悯 是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 那么神在我们的患难当中 祂会看顾我们 那么神在我们的患难当中 祂会看顾我们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向神感恩 focus on will's 가 alcanz 你知道阿保罗了 Since people said 保罗宝在这个 《罗马书8章28》的 Son 教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招的人 我们向我们的主耶稣献上感恩 我们来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祢在九月的祈祷 这样的一个早晨 主啊 我们感谢祢在九月的这样的一个早晨 我们聚集在祢的殿中来向祢献上感谢 我们也感谢祢在这段经文 再看以利亚他对祢的服侍 我们很感谢祢 我们在这里通过这样的经文 我们再看以利亚他对祢的服侍 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感谢祢 我们祷告求圣灵让我们记住这个属灵的功课 而且时常的提醒我们 在任何的景况之下都相信祢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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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